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希望寻找一个新的课题 跟这个时代 跟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当然还有加上人事的变动等等 都影响这点迅速的拍摄 总算在经过了16年以后 我们终于发现了环保这个主题 从李安白《眼识男女》到《眼识男女》2012 相隔十余年之久 看似桃花依旧面目全非 实则不然 影片故事依旧延续以时欲情的理念 新故事中的美食以素食为主 不仅以色彩螺幕 且道道美食皆有典酷暗潮玄机 还有影片整体的脉络 相隔一张浑然天成 蔬食我想刚好跟整个电影的主题很契合 基本上蔬食基本上它是很天然的 非常纯粹的 而且非常简单的 那其实跟整个电影的主轴是非常呼应的 就是说老爸爸的那个等待爱情的心情 是非常纯净执着的 他跟他做的食物是一样的 一样的纯净纯粹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让女儿们得到了一种启示跟震撼